有一個矮瓜的茄子種植基地 它採用機質代培加上化學肥料滴冠 充足的MPK營養豐富了 但是經過連續下雨高溫潮濕之後 大部分茄子都感染了病毒 有個高手大大聲聲地說 這些是癌症 快點砍掉它 燒掉它 不然旁邊的就死了 你看看我種的多漂亮 你要每隔三天噴一次農藥才行 不是搞不定的 另一個高高手很權威地說 用有機方法種植 葉的角側層很厚 蟲怎麼咬得入 保證沒有病 嘩 這麼厲害 不知道你做了有機多久呢 十幾年了 很多地方找我去講課 然後拿手機出來 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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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你有沒有可能去參觀你的農場學習學習呢 沒所謂 儘管過來 誰不知道 翌日打個電話來 跟著說 我老闆不喜歡二人參觀的農場 的確用了有機改良土壤之後 病害會大幅度降低 這是真的 通過有機種植作物的角質層厚了 令到那些蟲害減少了 咬不入 這個也是真的 但問題是 你很聰明 那些蟲也不笨 那牠一定有其他方法來攪拌你的 看看這幾個東西 一晚而已 一晚就可以吃光你的 兩隻蝸牛而已 偷偷地走出來就吃光了這些葉 你說不幸運 剛剛找著那塊田裡 就躲起來了這些蝸牛 你說你種出來的東西 角質層多厚 都沒用了 大部分的真菌包子 會經由風、雨去傳播 不管你怎樣有機 當環境潮濕多雨 那些菌就會黏在片葉裡 好像這兩棵東西 百分百有機種植來的 但當有水分、有溫度、有營養 那些菌一黏起來之後 一樣會爆發式的增長 如果再沒辦法救它的話 不用兩天而已 肯定死掉了 毫無疑問 採用有機種植 是會提高作物的自身抗病能力 但是 當病從大面積發生的時候 人家旁邊那塊化學田 就在馬上噴 你又不能噴 結果 就越有機 就越死得快 越死得慘 看回那兩棵東西 有得救的 是你有沒有方法救的 不是用鬼研發這麼久 通過噴屍我們自有知識產權的阿燦有機農藥 看看兩棵東西有什麼變化 離漲是二十日後 現在呢 大約是三十五日 土壤改良生物多養性 只是有機種植的第一步 要生產出一個優質的產品 你必須要擁有一個綜合性的技術 包括了水 肥料 土壤 微生物 病蟲害管理的能力 更加重要呢 就是要有一個合理的生產成本 這個就是壓撐低碳龍法 一路自力去研發的工作